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恐怖 中共国已步入乱世用重点时代 重磅贺电总算来了 中共党媒郑重展示 诡异 北京故不得羞辱了 大事已经发生 白宫或掌握情报 我过生日 奶奶给了1.8亿 中共红三代炫富爆火 今天是10月6号 星期天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主频道热点直击 恐怖 中共国已步入乱世用重点时代 中国有超过2300间看守所 但最近多名律师先后在网上发布影片 透露今年看守所已经爆满了 各地正在扩建看守所 其中 四川律师王瑞表示 前几天刑事会见中 当事人说一个12人的房间关了于20人 10米的大床铺人几人 侧着睡20 30人 那么酷热的天气挤在一起 不仅无冷气 连电风扇都没有 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数字 检察机关今年上半年批准逮捕36.7万人 提起公诉76.1万人 案年分别升18.5%和6.8% 为何今年被捕人数急增呢? 王瑞解释 除了不少人在经济压力下铤而走险 一因合法行为轻罪化 王瑞说 在我们办案过程中经常发现 很多原本不是犯罪行为 也被定为犯罪 搞小买卖就定个非法经营 做生意没付钱的 定成诈骗或合同诈骗 第二 轻罪重罪化 原本搞点小鱼小虾 山上挖点草 也被定为犯罪抓走了 更离谱是打个麻将 开个茶馆也被定罪 王瑞又指 中国多地的公安和检察机关不断扩大严打范围 例如色情行业 赌场 新型经济犯罪 以及医疗反腐等都是重点打击目标 并提到因为看守所爆满 目前成功交保候审的几率也相对高些 一名要求匿名 正被国保监视的大陆维权律师 向自由亚洲电台批评 各地政府负债累累 警察 监察委总是抓人 逼着人家就是花钱消灾 他观察 习近平自2012年执政以来 就已刻意修订刑法 将各类政府不欢迎的行为 设定很低的门槛 即使三年以下徒刑的轻罪都行事化处理 靠加重镇压 重刑重点 加强其统治自信 形容如今中国已进入了乱世用重点时代 重磅贺电总算来了 中共党媒郑重展示 中共建政75年 有诸多其第三世界友邦表示祝贺 最重要的国家美国的祝贺尤其受到关注 而北京官方五日晚间宣称 拜登近日致电习近平祝贺 中共外交部官网五日晚间发布就美国总统 拜登向习近平主席致国庆贺电答记者问 针对美国总统拜登是否有向中方致贺回应宣称 近日 拜登已向习近平致电 此前 据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消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2日发表贺词 祝贺中共建政75周年 他表示我们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在今后的一年和平 繁荣 幸福 但由于这次祝贺是10月2日 而非10月1日当天 也受到很多关注 尤其拜登政府上任以来 前面几次美国国务卿对中共建政的祝贺 从未迟到过 值得一提的是 中共中央央视也在五日晚间 播放中共驻美大使馆国庆招待会上的 美方官员致辞画面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 祝卿康达指出 我代表美国政府 再次向中国人民送上最美好的祝愿 据《人民日报》二日于三版刊出报道 以清单方式详细列出 致电习近平祝贺十一的76个外国领导人 以及其他四位国际组织与外国政要 其中并无美国、英国、澳洲、新西兰、菲律宾、法国 此外 美国之音三日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和中共计划在未来几天 安排拜登和习近平通话 两人上一次通话是在2024年4月 诡异 北京顾不得羞辱了 大事已经发生 白宫或掌握情报 截至周六晚 白宫尚未对中共宣称 拜登致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 见证75周年的消息 发表官方声明 对此 时事评论员杨威对大纪元表示 10月1日已过去5天 休假的中共外交部突然发布这一消息 匪夷所思 白宫网站没有类似声明 难以确认是拜登本人致电 还是让下属带电 杨威指出 无论怎样 晚了5天的致电显得异常 中共似乎试图借此 突出拜登对习近平的祝贺 这才是中南海想做文章的地方 他认为 美国国务院 今年故意推迟祝贺声明 至10月3日与白宫动作协调一致 这对中共来说是一大丑事 但北京仍决定拿出来说 表明政治氛围极不寻常 杨威表示 外界传闻 中共党魁可能正在失去权威 此时急需类似的消息为其背书 尽管晚了5天的祝贺显得蹊跷 但中共仍然发布 表明其急需利用拜登的祝贺 制造正面氛围 甚至不顾被羞辱 近年来 中共的战狼外交及对周边地区的挑衅 美国则通过贸易 科技制裁和联合盟友遏制中共 两国关系持续恶化 10月1日 中共在有争议的南海地区进行军事演习 此前 美国 菲律宾 日本 澳洲和纽西兰海军在该地区举行联合演习 杨威认为 这恰恰反映了中美关系恶化后 白宫与中南海之间的干大现状 也侧面反映出了 中共难以掩盖的激烈内斗 北京可能还有大事发生 甚至已经发生了 白宫或许掌握了情报 才会故意这样做 我过生日 奶奶给了1.8亿 中共红三代炫富爆火 一名疑似中共高干后代 在抖音炫富 引发舆论关注 此人晒出于24亿元人民币的账户余额 并吹嘘奶奶给的生日礼物 是1.8亿 网民称 探为官职 10月5日 一个名为东东安安的抖音账号 在一段谈论经济议题的视频下 流言炫耀 20岁生日奶奶给了1.8亿 这一流言迅速爆火 引来近万条回复 起初部分网民嘲笑其撒谎 但该账号随后 又晒出网上银行账户户户户户jenigen alternative 并并敝 אפ 并将仓 Hawai 古玩字画 其中包括疑似毛泽东经手的李可染画作 该账号视频发布时的IP地址显示为 北京、英国等 网民猜测 这可能是一居法国的一名红三代或红四代 抖音网友纷纷留言 这盛事如你所愿 哪怕只是看到了天宫一角 就已远超我们的想象 为我的孩子感到可怜 还得继续被吸血 找门路必须跑了 海外X平台上 有网民爆料 我在法国留学的朋友认识他 经常给女生转钱买礼物 还说在法国有大厨 中餐西餐都有 吃饭可以找他 网友们纷纷大骂中共 1.8个亿只是零花钱 真正的大头在瑞士 普通人活得如此艰难的根源找到了 共产党就是这样为人民服务 因泄露了太多阴暗面 五日当天 东东安安 账号被屏蔽 大量相关视频也被删除 不久前 也有另一位中共权贵子弟在网上炫富 声称在上海随便买了好几套数千万 乃至上亿元的豪宅 但在更富有的权贵子弟面前 仍根本抬不起头 今天阿波罗网副频道的内容是 中南海宴会不寻常 习当元老面 罕见放话引关注 不回来了 传王思聪 出售上海 茂名公馆豪宅 以色列这种打法是无前例 万里之外取手机 北京强敌 开创全新模式 你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来观看 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阿波罗网副频道 您在我们的频道首页向下拉 有副频道的图标 点击就可以进入副频道 在每个视频描述下也有主频道订阅 加入会员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